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看過網上有人教用指甲油拉花的片段 效果好像不錯,又好像不是很難 所以我們就決定親自試試是否真的這麼簡單 準備的材料包括不同顏色和質感的指甲油 凡士林、竹籤、指甲片和礦泉水 事前準備要記住先把凡士林塗在指甲側邊的皮膚 避免手指被指甲油弄髒後很難抹 我們會先教大家把瓶蓋扭開 一陣子滴的時候動作可以快很多 首先把指甲油點在水面 在第一層化開之後 把第二層的指甲油滴在第一層中間 滴完那麼多層之後 由於外層的指甲油已經開始凝固形成薄膜 所以必須由中間開始向外拉 才不會把薄膜拉破 然後把手指由水面向下壓 一邊用竹籤把旁邊的指甲油薄膜輕輕撥開 然後手指要打直拉出水面 記住了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把手指拉出水面的時候 就會被薄膜上面的指甲油 弄髒你原本的花紋 如果想弄勻石花紋的話 直接用竹籤由中間開始把幾層指甲油打圈 或者左右攪動混合 這樣就可以做到的了 經過無數次的失敗之後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 首先你要用一個杯口比較細的膠杯 這樣指甲油凝固的速度就會慢一點 第二就是要用室溫水或者用礦泉水 因為無論你是用冰水或者用暖水 都只會加快指甲油凝固的速度 以至拉不到花架 第三,先滴水質的甲油的話 就可以做到底色的效果 然後用粉質比較重的指甲油做第二層 再卡拉卡拉地點在水面 這樣效果會最均勻的 如果想花紋更加突出的話 就要記住先塗一層Base Coat 或者用白色的指甲油打底 這樣顏色都會出一點的 如果各位在家裡有試過二油成功的話 也可以分享你們成功的提示給我們 謝謝大家